大埔廣幅道上个月下旬的严重交通意外 令到的士安全问题受到关注 的士业界只是测试加装驾驶安全装置 以提升对司机的保障和增加乘客的信心 日后的士司机如果出现疲劳驾驶 无顾设线或跟车态贴等情况 在车上可能会听到预音提醒 的士业议会在超过10架的士上测试加装安全装置 目标推广至全国行业 减少设线以外和追撞等情况 车头和车尾亦分别有摄影镜头 纪录行车画面 司机一般觉得是非常接受的 因为装这个系统是保障到他和乘客各方面 驾驶方面是得到好处的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觉得 小小开碰他就觉得很大件事 如果有电片拍了 整个过程拍了 其实对大家双方都有保障 政府希望可以做到提供资助 装了之后 其实保费也希望能够回赠给车主 整件事对车主 对司机对乘客各方面都三赢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 有议员说希望能够尽快推展至整个行业 当局就说要视乎成效和费用 如果有了这件事 大部分以外就不会发生 我希望能够尽快落实 可以全香港的士装所有设备 起码令到道路更安全 理解民主署现在都和他们很积极地试 我们要看看究竟试得出来的成效 如何 费用如何 我们才去看 再向前看 无线电视记者 札玉文报道